透过滤镜分享人物镜头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白岩 娱乐圈新人辈出随便一个选秀 一个重大事件 或者是一部成本极低的泡沫剧 都有可能会造出一批新秀 正因为圈内扫花扫声更迭迅速 一般的明星需要一直活跃在台前 多出镜才能让观众们演书 有扎实的作品才能被大家记住 但有一个人却一直游离在娱乐圈边缘 那就是刘亦菲 说到刘亦菲的大名 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出 仙女实心简洁这些词 这些话用来形容她再何时不过了 她面容江号气质清丽 眼神里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干净和空灵 没有复杂的层次感也没有疼痛 这些都决定了她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 但这是她的向往 丽利说鲜花和掌声陪伴了刘亦菲的影音部 从来没有终止过 她的颜值和气质一直没有让人失望过 她挺着华人对花木兰的情怀 成为了亚洲首位迪士尼真人公主 但也成为了不少国内人的笑柄 花木兰这个2017年开始筹备的影视项目 所以在2020年落幕 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宣传打磨 最终作品成绩不尽人意 观众们奔着神仙姐姐的标签 兴致勃勃勤往 但最终得到的却是一场远远跌出预期的大秀 这部电影先如今5.0的评分 作为迪士尼真人公主系列 完全超乎了大家的想象 很多人说因为这是外国的大制作 摸不透中国文化 所以结果让人失望 对此大家都有很多意见 都有很统一的看法 沉浸了多年好像从来没有并过 无论是气质还是影迹 网上关于刘亦菲 有一句很信实直接的评价 刘亦菲的资源从不让粉失望 刘亦菲的能力从不让黑失望 8岁的刘亦菲参加同谋比赛 超越1800多名少年儿童一举夺冠 15岁就考上了北京的影视院 以和口碑高收视的金粉饰家出道 一路走来她就像是童话里的公主 随便一亮相 并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有人说她那张脸就是为了镜头而生的 因为长得美 导演游金明在看到刘亦菲拍摄的广告照片后 主动掌上了她 邀请她出演金粉饰家白秀朱亦菲 这个角色一出场就把刘亦菲独特的美定格了 这是刘亦菲的首部电视剧 一张之内的脸和青涩的表演 让她被更多人记住了 娇满但是毫不做作 果然天成的天真和单纯 水灵和漂亮成为了她爆红的标签 人们发现刘亦菲真的好适合 这种漂亮的明目张胆的角色 王雨嫣的出信再次印证了这个说法 大家完全接触了她神仙姐姐的称号 等到小龙女出现 仙女的风头更胜了 从金粉饰家出道几亿年 刘亦菲并心下了王雨嫣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女神类型的 导演张镜中最初看好的演员是宋慧桥 候选的演员是刘亦菲和刘涛 最终因为刘亦菲的外在条件 更符合王雨嫣的角色形象而被留下 刘亦菲的出演无疑是一大亮点 气质清雅 温柔可人 眼神里没有一分杂质 完全就是未曾见过大世面的王雨嫣需要的感觉 很多人说刘亦菲是当代王雨嫣没错了 夸赞她的声音不绝于二 她靠着清零的外形又打赢了一场仗 因一圈不缺漂亮精致的演员 但是像刘亦菲这么干净灵动的非常少见 于是《星剑奇侠传》也找上了她 心思单纯没有多余想法 一心追爱简单又至内的赵莲二 恰好就是她的模样 喜欢穿着浅色衣服开怀笑 眼里嘴里只有逍遥哥哥的少女一样 似乎不需要扮演就能让人爱慕和保护 让观众们对刘亦菲的印象有深刻的几分 如果不是她的气质出演 赵莲二难免成为大家诟病的傻白甜 事实上她是为数不多让人讨厌不起来的傻白甜 这部剧成为了经典 成就了刘亦菲也成就了胡哥 两个轻松的演员在这部剧中 把年少单纯的感情展现得引臨尽致 成为了青年记忆 陪伴了不少人的童年 接下来就是直到目前影响力无人可及的小龙女了 16岁的刘亦菲被七雍老师亲眼小龙女一角 她化着淡妆前去视镜 简单的发型配上干净的气质 她出场就让大家都惊艳了 那时刘亦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 这是她最有自信会演好的一个角色 小龙女和王宇因一样 都是被藏在乱世中最干净地方的珍宝 她们的身上布染鲜尘 印象中也没有人机嫌恶和污浊 灵气是她们兵姬玉骨的最突出的特点 这也是刘亦菲最亮眼的优点 基雍看过刘亦菲版小龙女后说到 只有她演了大家才知道 我说的是真话 原来像小龙女一样的仙女是真实存在的啊 已经出演过同类似的王宇因 对待这类人物刘亦菲已经有了心得了 只要兴起足以就足以咬活这个角色 不然世事和清纯天真 就是她最好的天心滤镜 最后就是她的叶小倩 再简单提炼一下 只要是这类美女角色 眼睛里没有东西 那么这个角色就会有点东西 但是刘亦菲似乎把这种空灵理解成了面摊 比如她饰演的四大名补中的吴晴 吴晴这个角色温温尔雅 眼睛里更多的是冷漠和敏锐 气质是古高自负的 但是在刘亦菲版本的吴晴眼中 是一股痕迹 让人不寒而栗的被死死盯住的感觉 她的眼里没有历经世事的沧桑感知 与世界和解的超脱感 倒更像是简单听了一则故事后的仇事 原著作者温瑞安 用了12个字请假她 点到为止的艳不可放物的美 这看起来是完全夸赞刘亦菲的话 但是字里行间没有一个字像是对吴晴的认可 因为每个字都跟这个角色不沾边 总结来说 刘亦菲不适合引有故事的角色 至于她个人经历有关 因为从小到大她都在温室中成长 凭借客人的长相和亲力的气质 刘亦菲过着重心捧月的生活 妈妈刘小丽把她捧在手心里 怕别人欺负她 也怕她吃苦 刘小丽处处跟随 从她15岁进剧组起就跟着 当她的经纪人为她出谋划策 保下护航 直到现在刘亦菲也年过三十了 在刘小丽不在的地方 也不必担心刘亦菲受欺负 因为剧组也在护着她 高年拍摄的时候 为了让刘亦菲得到更好的休息 剧组大费周章为她提供条件 就算是遇到以严厉著称的张继中 她也从没有受到过重划 其他人看到张继中都值饭处 但是张继中一直都是温声细语对她说话 哪怕是拍摄不过关也会亲戚的喊她 近前设条我们再拍一遍吧 在学校的时候 刘亦菲作为年纪最小的妹妹 受尽了老师同学们的重爱 从来都是团宠的刘亦菲 没有吃过苦 没有小人物的经历 这也注定了她避布出 除了可爱仙女等之外的模样 光靠灵动和天真的气质 就能顺风睡水畅通无阻吗 大家也自然而然想到了一些更现实的东西 那就是刘亦菲的家世背景 大家很好奇 普通的女孩光靠一张脸就能够走到现在吗 刘亦菲的身世成为了她的谜题 也成为了不少黑粉质疑她成绩的把柄 除了母亲刘晓丽这个帮手外 刘亦菲身边最受关注的 就是她的干爹陈金飞 干爹风在现在本身就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 所以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了一些其他负面的东西 再加上刘亦菲和母亲刘晓丽 多次场合理解释的陈金飞的来历不一致 更让大家感觉这对母子就是在心虚 因为陈金飞本身就是一个话题人物 陈金飞30岁的时候 就已经入住房地产行业赚得盆满不满 见到可爱灵度的刘亦菲 便认她做了干女儿 还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 刘亦菲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叫自己爸爸了 1997年 刘晓丽和刘亦菲生父闹得不可开交 于是办理离婚手续后去了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 刘晓丽与一位美籍华人律师喜结伶俐 并把此时名叫安峰的女儿改名为柳切梅子 等到2000年 陈金飞登上美国福布斯 中国大陆50富豪排行榜位列17位 已经是一位工程名做的大富商了 陈金飞前往美国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刘亦菲梅子 这一见便成为了刘亦菲人生的转折点 因为在这之后 便是刘亦菲已经失业的起点了 陈金飞先建议刘亦菲梅子改名 然后用美籍华人的身份参加考试 这之后的故事 大家已就很熟悉了 刘亦菲成了北电有史以来最小的留学生 陈金飞非常喜欢刘亦菲的长相 并认为她未来可期 她不但将自己在北京开发的一处房产 命名为鸡飞公寓 还用刘亦菲的巨幅照片做了楼盘的广告 加好就是这幅美得不可放物的广告照片 被路过的邮寄名相中了 加入了刘亦菲版本的金粉世家白秀珠 这样来说 陈金飞在刘亦菲的新图上或许只是扑路的作用 但随后吃瓜群众再次爆料 让刘亦菲大火的天龙八部神妖侠侣 制片人张静忠持有陈金飞公司红新屋10%的股份 究竟公司红新屋市陈金飞砸重金成立的 全公司的员工只为刘亦菲一人服务 而称全娱乐圈最豪华团队 刘亦菲的故事从美貌出众 才顺风顺水的童话版本 变成了一路搭着资本和关系才成名的现实版本 让大家直呼梦碎 房间有传闻 在刘亦菲出演小龙女之前 这个角色远定是周迅的 但是在最后定绝的时候 背后的投资商出手拍板了刘亦菲 发生了一场幻觉风波 但是奠定了刘亦菲的演艺事业的基础 原本刘亦菲母子都对陈金飞的存在 能不提起就不提起 但是陈金飞本人要高调得多 2005年刘亦菲18岁传人里 担接陈金飞豪至180万 反映这场娱乐圈最轰动的宴会 变干了钓鱼台国宾馆 出席的人不是商圈的富商 就是娱乐圈的大明星 还有很多著名的导演 这场宴会一位大咖云集 豪华的体重直接把刘亦菲的背景放到了台前 成人里之后的刘亦菲开始有了更新鲜更有排场的作品 其中当属她首次进军好莱坞的电影《功夫之王》 在这部电影中 不仅刘亦菲获得了不一样的角色 就连她的母亲也亲情出演 但是电影的总体成绩却不顾优秀 但是陈金飞对此却毫不在意 她直言刘亦菲不需要钱 她只是因为喜欢演戏而已 对于刘亦菲的承明录 其实大家在意的不多 因为仙女本来就出众 哪怕是背后有人帮她运作 能够凭借颜值成为大明星仿佛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甘亦菲获平息没多久 一个让刘亦菲被质疑的女性出现了 那就是杨彩玉 杨彩玉从美国回来后 一局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最后出演了一些小配角 渐渐在影音圈展露头角 在25岁的时候 就和大自己30岁的陈金飞爆出了内景 那时她正好出演完《逢嫂刚》电影《芳华》 而更恰好的事情便是 杨彩玉这样的和刘亦菲很相似 还被称为小刘亦菲 这让观众刘亦菲的人哗然 干净娶了一个跟干女儿长得非常相似的女人 这样的事很难引起大家的共情 于是杨彩玉的关系被传得沸沸凉凉 在杨彩玉与陈金飞恋情曝光之后 杨彩玉先后抢下了刘亦菲 好莱坞大拼重力反转女主角的位置 第二相反世家大使的TITO 还有其他的影视资源 但是刘亦菲对这些都保持着冷出底的态度 虽然她走到哪里都会被问到 这些奇怪的人际关系 但是她很少做出正面回应 即使是被问到影视创作剧本影音之类的话题 她也一度用话术逃避 在花木兰电影《人物专访》的时候 她顾左右而引的她 让观众听得云里雾里的 观众和粉丝们都很难理解她的心情 这种自我封闭的意识 让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演戏成为了演自己 刘亦菲拿到过不少好字眼 为了挑战自己 她拿下了各自各样的角色 落水红颜夜孔雀里 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 如痴如醉 爱恨绵长的角色 是她对自己的历练 每看到这样的角色人设 大家都以为会看到不一样的刘亦菲 事实上也如此 是不一样的妆容风格的她 即使她选择了更好的学校进修 还偏常努力引读人设 做好所有的心得和理解 但最终的结果都很一致 那就是 观众们发自灵魂的疑问 为什么刘亦菲还是这样 原地踏步快20年了 从文婉变大胆的角色性格 从电视到了大荧幕 她一直都是这样的眼神 丝毫没有变化 但事实上 她为了有更好的表现 付出了很多 在她凭借仙女的称号 走上顶峰的时候 她去学习了表演武术 甚至耍剑也去努力学习了一把 成为了一个有武力支撑的刀把蛋 她还学习了其他艺术项目 正如她后来的武打球场景 都在争取尽善尽美 从你扫欠到无情 再到英姿萨爽的花木兰 处处都体现着 她侠女气势的武功功底 但是最终的效仿和口碑 却以最信实的话告诉她 你的功底很不错 你的可塑性很强 但是你并不是个有演技的合格的演员 为了目标而拼命 认准了有更好的成绩 她走出了安全区 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平情无奇 花瓶是刘亦菲突破不了的标签和平静 但是现在她已经完全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不表现自己 也不会新说外界的建议和意见 或者说是学不会接纳 她只能成为她自己 刘亦菲是个可塑性很强的演员 但是在接纳和输出上 她迷失了 我们只能期待她最终找到心中模糊的目标 找到缺失的那一份对自己和观众的信任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 这里是白岩 我们下个故事见